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原油的事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疫情的影响,国际原油是大幅的崩盘 布伦托原油在2020年1月初还有70美元一桶 到了现在最低已经跌到了25美元以下 3月20日,俄罗斯表示沙特的原油增产计划就是敲诈勒索 俄罗斯绝不会屈服 事实上,不少对冲基金早已做好准备 随时重新压住油价下跌 原油暴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对于经济预期的恶化 世界经济生产被按下了暂停键,对原油需求不足 2.随着美国采用液研技术的成熟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3.沙特刻意打压油价的原因 既有可能是为警告俄罗斯 也有可能通过价格战重新夺回被美国抢占的部分市场份额 至此,沙特、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多方博弈 以量补价陷入到了价格大战之中 目前,沙特和俄罗斯还没有实际行动 而美国已经开始了救世计划 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美国页岩油企业陷入债券违约与收入大跌而导致的大量破产 过去数年,页岩油产业一直是拉动美国经济高成长的重要引擎 因此,他们也会游说政府采取积极行动 避免油价大跌 令这个经济增长发动机彻底熄火 为此,美国采取的错失有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购买战略石油储备 最终购买量将达到7700万桶石油 对美国当地原油产量进行产量限制 具体细则还在讨论中 特朗普还表示 将参与调停沙特与俄罗斯之间的原油价格战 用外交手段施压沙特 将原油日产量削减到价格战之前的水平 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我们预测 一,短期内价格还会剧烈波动 价格战大家都拖不起 目前策略是短期加大力度 最好能够下退对方 二,中长期来看 油价地位不会持续一年 否则所有国家都损失太大 事实上,布轮吞原油每年的波动极大 基本上都有50%以上 也就是说,每年它都有机会上50美元 所以根本没必要担心 三,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美元不再强势 通缩危机解除 油价必然会涨回去 当年2009年 也是因为美元和通缩 油价暴跌到20多美元一桶 但是很快 2011年就又回到了100美元以上 从投资上来看 现在大家就真的不需要石油了吗 原油真的就比矿泉水还便宜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可以进行投资的 但是原油的波动性是极大的 通常顶部和底部时间不仅都很短 而且伤伤率巨大 所以不适合做投机操作 除美国遭受重大损失外 沙特全国基本依赖石油 所有的产业链都围绕着石油展开 俄罗斯的依赖程度同样很高 原油暴跌 卢布跟着暴跌 可见 能源价格大跌对谁都没有好处 再这么干下去 基本三方都不死也得重伤 既然如此 必然长久不了 在这场价格战中 所有的原油进口国都会得利 特别是中国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原油重度依赖国 油价越便宜 对原油消费国越有利 我们也看到 第一时间中国就派出了 数艘大型油轮奔赴中东 每艘船都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 对于这场博弈你怎么看 你认为最终油价 会落脚在哪个水平 请给我们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